sadness hello 各位 各位參加活動朋友見 Ad chin 那我們這場的活動是跨界 那,我是基階念主持人,我叫紅綺 網路上的我叫ison ki 那,這一場找我當主持人 我覺得,應該是 這幾年 我應該做了快十年了 就是在寶藏年國際附村弄了一個Makerspace 那也是台灣最早的Makerspace 那後來有人給予這樣的一個共享工具資源技術 使用開源工具的這種推廣的單位 就是給他一個類似的一個標籤是說公民科技 那我們就一直在經營有關的這種社群活動 所以我在想可能是這幾個原因找我來主持這次的演講 那我自己也非常的對公民科技這一點有興趣 因為Makerspace對我的哲學而已 就是要將這些科技跟技術還有資源去用共享的方式 讓想要解決問題的人去使用 然後去達成到目標計畫或者解決問題 那這次我們有三場的演講 第一場是有關於公民科技一種 透過經營裡面去分享全世界 跟台灣的公民科技的發展與其差異 然後另外一個是有 有一次他會跟加山就是分享他們如何透過社群的方式去經營一個展覽 然後這個展覽不管是在台灣或者在 從事科技一種最重要的一個活動 就是臨時電子藝術節的展出 然後最後一場是 第三場是TENSEE TITLE 去分享他如何使用這些開源工具跟設備的力量去 有關於網路建設的防範跟保護 那以上就是這三場快速的介紹 那我們記憶團也有歡迎李梅俊來跟我們分享 跟我們科技這一塊 謝謝 OK 大家好 午安還贊成Fone andFone 願意來這裡聽這一場 那這一場的話我主要會用中文講 然後我的slide會有中英文 建議讓大家可以稍微理解我想要表達什麼 因為我有時候講到你們會有點抽象 希望可以不會太難理解 或讓大家呼呼欲睡 然後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名叫李梅俊 那大家在社群裡都叫我英俊 然後我自己是一個人類學家 在David's讀書 但是我同時也是一個研究G&B社群的人類學家 所以運氣很好就是在去年 2016年中到2017年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回來台灣做田野 然後也進入了開放文化基金會裡面工作 所以其實就參與了很多各式各樣的活動 那中間那個黃色裡面就是 我到處跟著開放文化基金會 到不同的跟通民科技相關的conferences 去做一些拜訪 然後去聽大家在怎麼想像這個領域是什麼 然後同時間我自己也幫忙籌辦了去年的City Tech Fest 在台北 然後寫了一個開放政府觀察報告 是review從2014年到2016年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我是其中一個作者 另外一個作者是鄭博宇 他三年的時候 我在社群參政那邊有他的panel 然後他打個廣告 然後同時間我也在G&News後來有幫忙做了一些 就是英文的weekly digest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是一個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是來自於像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那比較不是在談我自己本身的研究的部分 然後今天特別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其實要圍繞在這個詞上面有公民科技 到底是什麼 其實在台灣它是一個非常新 然後非常小的一個領域 那我們也是最近才開始去使用這個詞位 那我們其實在寫公民科技周報的過程中 常常就在辯論公民科技這個詞到底是什麼 哪些新聞是適合被放在這個大的想像下面 所以我想要請大家在吃完飯的時候 跟我一起來動手做 就是稍微小小的動動一下 等一下你會看到一系列的不同的新聞 有中文的開頭跟相對應的英文 那你覺得這是屬於公民科技新聞 它應該被放進來的 請幫我用手指往上 如果你覺得不是的話 請幫我手指往下 所有都沒有正確答案 就是想要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其實我們在抉擇的過程中 其實滿很多模糊 那你們也可以看一下彼此之間是怎麼樣去想像 到底往上人多還是往下人多 好 Ready 那我們就來看第一則 第一則 通過學校裡的不能說明明 南非的校團體推秘舉報軟體 你覺得它是公民科技嗎 OK 謝謝 第二個 文化資料開放這東西 兩個歐洲博物館要這樣做 你覺得它屬於公民科技嗎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不一樣的聲音囉 第三個 誰能定義假新聞 大碼廢除言論控制刑法 嗯 嗯 OK 再來 美國軍火輸出視覺化 六十年來台灣皆名列前十 OK 好 越來越多往下了 好 最後一個 今天恨科技外銷 中國正在輸出演算法權威主義 謝謝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有彼此看看彼此的 手指的話 運動的話 大家可能會感覺到 其實公民科技這個早上 在大家心目中真的不太一樣 甚至我們很難真的給它一個完整的定義 我今天不會給大家任何的定義 因為原來學家最不會做的事情 就是給任何的定義 那我們如果要做的事情就是寫一本書 所以我們沒辦法一句話簡短地告訴大家 到底在幹嘛這樣子 那我想要提的就是說 實際上公民科技這件事情很難定義 因為到底誰做了什麼事情 才算是公民科技 個人做 政府做算不算呢 如果它是一個盈利的公司 做的這件事算不算公民科技 那同樣的做了什麼樣的東西算 做出一個工具來才算 還是它如果做出定一個法律 甚至它只是一個idea 或者它是一個campaign一個倡議 那算不算公民科技 那還有就是我們剛才有看到一些例子 譬如說軍火的視覺化 只是一個單純的視覺化 那它背後的公民科技的意涵是什麼 所以其實從不同的角度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詞 實際上很難被一句話單純定義 那國外其實越來越多 宣稱自己在做跟公民科技相關的群體、團體 不管是conference或者是團體們 那也對公民科技相關的定義 然後因為字很多 就是給大家看 其實就是有的很簡單的定義 想要簡單結束這一些 也有那種想要列出所有可能性的 這樣子的定義 那因為字太多了 我就稍微開來一下 服務一下大眾 就是 沒看到綠色大概是那個 他們想像那個是一個方式 去取得這件事情 那紅色可能是目標 可是你在看這個過程中 你會覺得蠻模糊的 因為有時候綠色又好像是目標 紅色好像是一個手段 比如說在公民科技這個理念裡面 目標和手段常常是混在一起的 比如說參與到底是目標還是手段呢 這一直都是一個很難下的一個簡單結論 那就會發現原來公民科技 還會跟很多不同的詞彙 包括有不同的碰撞 甚至是重疊 包括公民黑記 台湾比較少用這個詞 我們都用英文叫做 City Hacking 早期的時候 那政府科技開放資料 那它次數以南地 很大的理由就是 以上這些詞彙都還在隱化的過程中 所以任何一個詞彙拉出來 我們其實也都沒辦法做一個很簡單的定義 那同理就是在公民科技 在跟他們同樣 演化的過程中 實際上是很難在這個moment 就說它一定是什麼 那我最後會告訴大家 我希望它是什麼 不見得是我的定義 但是希望是什麼 我覺得比較重要 可能是把剛剛那麼多複雜的詞 稍微拿出幾個來做對比 公民科技常常會跟政府科技做個比較 也跟公民黑記做個比較 那跟政府科技的部分 就會發現在國外有些團體 是把公民科技跟政府科技 視為差不多的事情 像後方媒談論 可能就比較接近這樣的approach 就是他們想像中的公民科技 其實是跟政府做很多的行作 然後把科技引入 但也有一些團體是認為 我在講的公民科技 就絕對不是政府科技 所有政府做的那些 譬如說 Joint System就不是公民科技 因為那是一個政府內部 自己想出來的科技 所以它其實有這樣的準備 一直存在的 那這個CVTAC跟CVHACKING 就是公民科技的一個差別 是來自於原本 比較早期其實大家是在談HACKING HACKING這種比較 比較具有Axis這樣的想像的 然後黑客那種的一個科技的想像 但是某個程度上 最近大家比較常去談TAC 去讓這件事比較緩和 好像不是我們真的想要HIGH進哪裡啊 或我們好像很RADICAL的想要產生什麼樣子的 社會變革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他就是在這些的不同的配合裡面 公民科技其實有不一樣的性格在發生中 所以我就簡單的做了一個很不完整的考古 那這是一個完全不完整的 那這是一個完全不完整的 只是就我初前認識裡面遇到的一些團體 這很多的地方就是沒有讓大家看的意思 只是給大家看一感覺 從09年開始 每一年都有一些事情發生 09年之前有一些團體這樣 OK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09年的時候 白宮因為歐巴馬上台 簽署了開放政府宣言 我不知道中文應該會是哪裡 開放政府被網路 謝謝 對開放政府被網路 對這個部分 那那個時候 因為歐巴馬是一個 非常喜歡科技樂愛科技的總統 所以他其實在那個時候 跟細谷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那就是引入了很多細谷的 服務設計的想法進到政府裡面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這個公民科技的想像 在美國就比較平薄的在發展 然後討論 那今天後面我稍微會談到的是 四個我們 我主要有去參加的不同的會議 他們怎麼去想像 那包括了前面這個PDF 是在紐約 在紐約的一個公民科技的社群 或是他其實是依靠副水族 第二個是Coffer America 然後現在兩個美國 OGP的話是一個比較官方的組織 稍微會介紹 那中文是開放政府夥伴聯盟 它是一個比較官方性的組織 然後最後T-Tech是去年在台灣沒有辦 但它主要是來自於英國 然後它全名是 The Impact of Civic Tech Conference 它是公民科技的影響力的一個 討論的一個討會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要等一下會稍微介紹這四個 然後我們同學看看台灣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其實會發現台灣GIN的發聲 其實跟上述這些不同的會議 跟世界各地的時間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雖然台灣在一開始 2012年GIN一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這個詞 並沒有在思考公民科技 那個時候比較常用到的詞 其實是CB Hacking 那它很大程度是來自於 找其他部分的社群夥伴 是來自於開放原始碼社群運動這樣子的夥伴 所以Hacker這樣的印象是 從那樣子的脈絡上帶進來的 那到了2014年 因為開放原始碼的第四商民 然後越來越多不同的夥伴加入 之後在2014年到2015年之間 社群裡面開始去想像的是 我怎麼樣讓Hacker的想像 不再只是侷限於會使用電腦 像我這種不會使用電腦 只會說說話寫解字的人 可以參與在裡面 所以到了2016年 第二次商民的時候 這個公民科技的這個詞跟這想像 就被介紹進來 然後成為商民的一個比較大的方向 然後同時間我們也有了 就是航空進入的政府裡面 讓這個公民科技的詞 不再好像只是社群裡面 而可以到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怎麼講 一個不同的境界 所以要稍微跟大家分享 是這四個剛剛提到的 不同的國際的會議 那我要做的是一個簡單的 非常不負責任的心理測驗室的性格分析 然後其實想要用那個這樣子的性格分析 是想要介紹大家一些不同的視角去看 國民科技喔 國民科技如果你去想像 它跟政府的關係的話 它可以是完全走抗爭路線的 它也可以是完全要跟政府協作的 那很多時候不同的專案不同的群體 是在中間擺盪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群體的治理模式 來想像的話 它可以是完全社群式的 比較像軍營一樣 就是沒有什麼中心的組織性 或者是由組織來治理所有的 它的運作 那你也可以從它行動的目標來 想像它是什麼樣的位子 它可以是很政治性的 再提出很多很radical的問題的 它也可以是在想像是政府如何治理 而不去涉及任何的政治問題 它也有這樣子的面向 那在方法跟從斷上就有偏向行動的 跟偏向理念的 所以其實我只是希望大家看就是 所謂我們在想像的公民科技 其實是會落在很多不一樣的位子上面 那我們就來舉一些實際的例子 所以這個是 喔不好說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貓 所以用貓大家就醒來這樣子 所以2004年開始的PDF 它的全名是Personal Democracy Forum 個人民主潤潭 那它在紐約發生 它一開始就是在說 科技怎麼樣改變政治 所以它從最開始的初衷 在公民科技這個才能開始的時候 在想像的就是科技跟政治之間的關係 因此喔 它 滿有趣的是 它每一屆的主題 其實都會跟當時美國的政治局勢很相關 像去年我們去參加的時候 正好是川普跟賈新聞的議題 最被討論這樣 但你就可以理解它在那個脈絡下 然後同時間它也比較不是一個全南國際性格 它比較是在包括在美國境內 但還是會有一些國際的夥伴參與這個會議 所以我就會簡單的把它分類成 一個不負責任分類成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清潭式的公民科技性格 在它的那個性格裡面 因為它比較政治性 它的抗爭其實多過於想要跟政府合作 它比較多批判的聲音 它其實還是一個組織為出發的 它是一個很大的基金會 擁有很多錢 然後可以蓋很豪華的大樓 邀請大家一起來這個空間這樣 但是它也有它所謂的社群 就是它還是會有跟不同的群體 紐約的群體也是在合作 然後它相對於政治性 但是它的它是說過或與做的一個會議這樣子 那這些可能有來自就是PGF人 或者是有去過的人 你們會有不一樣的判斷 這是我從我的角度上看到的一個分析 那跟PGF對比的就是一個在美國紐約 對比的就是在加州的這個Core for America 它就不談Politics 它不談政治 它談的是政府 那我們去參加的那一場 他們就有了這樣的Solven 我覺得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它在談是政府怎麼樣幫人民做事 而且是by people 是由人民主動來跟政府一起做事 然後認為在這個21世紀 在這個科技發展的狀態裡面 應該有新的方式 所以在它的想像裡面 它基本上不會碰觸太敏感的政治議題 然後它跟政府關係也是非常緊密的 在它的會議中就有非常多的政府官員 在台上台下分享他們的經驗了 所以在我的分析裡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偏向於協作 然後組織性 強調的是治理的技術 而非政治上的一些問題 然後它相對於比較多行動 因為它的主軸就是我們怎麼樣去跟政府 一起做出新的不同的科技 它就比較偏向剛剛提到的 政府科技的那樣子的想像 然後下一個就是OGP 就是開放政府夥伴聯盟 那它是由八個國家在2011年的時候成立 所以它其實主軸不是公民科技 其實是開放政府這個概念 那它在想是這些不同的國家們 怎麼樣可以共同一起來推動一些 更透明的更開放的方式 讓那個國家的民主 或者它的政治會更透明更不貪明 但是因為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說 在世界上不同的區域 它有很多不一樣的政治現況 所以不可能用一套方法 就來解決所有國家的開放政府的問題 所以它的做法是每個國家要提出 兩年左右的行動方案 然後每個國家就依照它自己的現況 一定它的方案 然後來達到那個目標這樣 所以某個程度上它其實是一個 我的分析是這樣 它是一個比較外交型的 因為某個程度對它來說是國家跟國家的互動 然後它也是因為這個官方的性質 它強調的協作跟聲明抗爭 但是因為它們很希望可以把公民社會的聲音帶進去 所以在它們每次的會議中 都會有公民社會的群體在其中 然後只要我們知道公民社會 就是屬於不受控的人 所以一旦在裡面就是 常常就會有很多的抗議的聲音的發生 所以它是有所謂的抗爭的 那個面向的存在 然後這大概是它的部分 然後我的時間可能快不夠 所以最後一個只是給大家看就是 英國的My Society 其實本身是在做公民科技的一個組織 但它的conference是比較學術性的 它想要探討的是公民科技還那麼久 那它的影響力是什麼 所以它是邀請了很多比較偏學者 或是學術界的人來分析 用不同的方法來思考怎麼分析 這樣 所以看了這些不同的種類 然後就想要問大家覺得 GINV到底是屬於哪一種呢 在你的心目中 我覺得這個題目可能沒有一個單一個答案 從不同的滑掘不同的專案 不同的個人 不同的角度看 GINV可能都是不一樣的面貌 那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感受 但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是怎麼樣 那感受跟你們想 我們希望達到的未來可能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留給大家思考 只是一個參考 然後最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GINV其實可能從早上聽到 或是我們在出國的經驗中 都會感受到 其實它好像肯定國際有人 感到覺得好special 因為我們好像有一位很厲害的人 欸是這樣嗎 我其實在跟很多人的對話中 我就發現 Audrey就是AU 可能只是我們開啟這個話題的一個起頭 大家想問的更多的其實是後面的問題 就是你們怎麼可能讓這件事可能 比如說在開源又巧根又社群的狀況下 為什麼可以有這個規模 為什麼它可以持續 為什麼它不是只是少數人 關在一個小地方裡面就是很開心 但是我們回過頭也要問自己就是 欸我們現在這樣子的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門嗎 還是我們其實也是少數人 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面 那當然軍隊裡面還有很多可以學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也是在這次會議中 我們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新的想像 怎麼從科技本位的這個 從開源社群出發的這個科技本位 移動到從公民本位的想像裡面 那什麼意思是公民本位呢 我們是不是能夠更包容 在我們的會議裡面 我們開始昨天有龍人的組織啦 也有今天早上有解職的議題 有性別的議題 這些東西在我們在做所有的公民科技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思考過它們的位子 然後我們是不是能夠 engage到不同的聲音 還有我們能不能夠把 會使用電腦 不會使用電腦 把不同技術層次的人都 這個不同的gap都breech在一起 好 時間到了 但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的想像是這樣的 公民科技是什麼 這是8309CVTAC的組織 所提出來的公民科技宣言 他說CVTAC or No-TAC 他的意思是說 不是我們所有的科技都要去做文明的自己 而且我們要想像科技怎麼樣讓他每一件事情都關心公民 所有科技的出發點都應該以人為中心 他是不是能夠去想像 在做科技的同時 我們能夠回到剛才的包容的面向 然後平等的面向 所以就是給我公平科技起語言談 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美軍的分享 謝謝彌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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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